旅美藝術家黃本潤以一隻很可愛的兔子妮妮為創作主角 將生活經驗和旅遊的感受化成充滿故事性的作品 跟以前不同的是 總是沒有表情的兔子妮妮 這次外表和造型更加多元 甚至還透露出一點點叛逆的表情 黃本潤說這是來自他跟兒子的互動 白融融的小兔子們聚在一起 光是眼神就能傳達彼此的情感 換個場景背盤狼藉的餐桌上 放肆大吃的兔子早就忘記要顧個人形象 看到早餐台上全部都是食物 那你看人們手中也拿著食物 嘴巴裡面都是食物 可以想像肚子裡面都是食物 但是回來以後真的覺得身心舒暢 他是藝術家黃本潤 把搭郵輪度假全程吃喝不停的行程 加上對日式庭院哭山水的深刻印象 融合成筆下創作主角 兔子妮妮的生活日常 我覺得畫畫就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一個固定的方式 也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計畫跟設計 你沒有辦法發想 黃本潤旅居居美國紐約多年 原本從事兒童文學插畫 因為想突破業界限制 十多年前回歸自由創作 作品富有童真 也透露各種意涵 特色之一就是他 似乎沒有表情的兔子妮妮 他出現在不同場景中 陪著藝術家嘗試各種實驗 這次兔子妮妮就開始搞叛逆 這可能就是對於自己的青少年的那個年紀的小孩 還有自己回憶自己曾經是青少年 想要藉由這個這個看起來像青少年的兔子 他的這個小小叛逆 但又不是很有百分百肯定的一個眼神 那他想藉著這樣子一個叛逆的小行為 來做自己獨立的宣言 換了眼神多了態度 黃本蕊在25件新作中也嘗試為妮妮增加特寫鏡頭 運用立體墜視或是把嗅覺視覺化 我這張畫的題目叫做香草味道的夢 那我想把香草味道跟香草的顏色能夠結合起來 用一種方法讓大家感受到 黃本蕊用平易近人的畫風 詮釋各種生活經驗 給觀眾創造一個簡單明瞭 又有無限想像的空間 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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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mar